請大家趕快找個位置坐下囉 那我們就歡迎TNFT我們帶來的 Building a real-time opening system for robotics 各位好我是鄭聖文 那這一場報告的中文名稱是 Tenoc打造用於機器人控制的微信即時作業系統 那首先向各位報告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專案 我在10年前到陳大職工上了一門潛入式系統的課程 然後這個教授叫做黃敬群老師 就是大家知道的JSURF 那我之前在上這門課的時候我受到一個衝擊 就是老師很喜歡就是在教一個課程內容的時候 例如說作業系統的時候 他會自己寫一個作業系統給學生一起參與去修改這程式嗎 大家就是從無到有去建構出這樣的系統 那我這10年間大概嘗試了4次去自己也嘗試自己去寫作業系統 大概到了去年之後我才真正掌握去自己動手寫一個作業系統的能力 那就有了今天這場報告 那至於Tenoc這個名稱的由來是 我原本先取了一個我自己作業系統的一個名字之後 我跟黃老師做了討論 那黃老師覺得名字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然後最終我們選定了一個比較在地化名稱 那這個Tenoc在阿美族語裡面指的就是核心 那我們知道在作業系統裡面 Kernel就是核心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的一個組件 那我們用這一個Tenoc就可以呼應Kernel 那首先呢 這一個今天的這個報告呢 我有事先花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把今天要報告內容整理成一個比較詳細的文字說明 所以說如果今天報告結束之後 你覺得有一些地方講的不夠清楚 或是想要回顧的話 其實可以先到下面的網站上面去做 就是做瀏覽 那今天這個議程的流程大概如下 我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從Overview開始會介紹 因為我是做作業系統 然後要跟機器人系統做連結 所以會介紹這個機器人系統跟 即時作業系統的關係 然後會介紹所謂 這個real-time的這個概念 然後會介紹這個Tenoc它的主要的一些特徵 那第二個部分會介紹那個 即時作業系統RTOS 比較general的部分 然後包括這個ARM Cortex M這個CPU架構的一些細節 然後Context with怎麼做Kernel Space User Space的一些切割 然後包括real-time排程演算法有哪一些 然後synchronization 同步機制 有所謂的Spinlock Mutex跟Semaphore 然後行程間通訊IPC 有所謂的Pype或者是FIFO跟Message Queue 檔案系統的部分也有做 那是一個比較接近UNIX的一個approach 是用iNode做的基礎 在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上面 我增加了一些專門用於機器人系統的一些功能 包括機師的繪製出機器人上面的一些訊號 跟所謂的MuffLink通訊協定 還有未來想要做這個所謂的Software-in-a-loop 跟Hardware-in-a-loop的一個機器人模擬 那這個東西會在稍後跟各位做報告這樣子 那所謂的機器人系統呢 其實我想要從這樣子的面向去跟各位做介紹 首先我們平常一般人看到一個機器人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個機電整合的這個系統 所以會有這個所謂的Mectronics 那在Mectronics之上呢 演算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機器人系統呢 可能會有所謂的導航演算法 像這裡是同步定位與地圖建置 叫做SLAM 那可能會有一些感知 或者是避障 Obstacle Avoidance 跟比較關鍵的一個演算法是控制演算法 這個大概是我們平常人會看到 就是跟機器人比較有直接能聯想到的部分 那其實呢 即時作業系統在機器人這個系統裡面呢 它是一個隱藏的關鍵角色 那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建設 只有你的即時作業系統 確保了這個real time的這個能力之後 我們這一些演算法 這一些機電整合的東西 才有辦法再做出正確的反應 否則如果因為一些delay的原因 讓一個控制指令晚了幾ms 或者是幾十ms的話 是有可能會達不到原本的預期 甚至傷害到人類 那我們還可以從最後一個面向 是所謂的middleware 像是這個communication的部分 有所謂的robotic operating system 是一個做 主要是做通訊媒介的一個軟體 那我們從第一代的ROS到第二代的ROS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點半轉移 是它的這個real time的性能 跟它這個強健度 也從第一代到第二代有了顯著的提升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作為一個機器人系統 跟即時作業系統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大概從十年前開始做 embedded system之後呢 我第一個接觸到的一個 robotic system就是四軸飛行器 那我碩士論文也製作的四軸飛行器 那四軸飛行器是一個什麼樣的系統呢 它這個系統是一個time critical 對時間非常敏感的一個系統 它必須在四分之一秒之間 也就是400Hz的時間內呢 必須做到可以估測自己的位置 以及它的這個角度 透過一些所謂的sensor fusion 這個感測器融合演算法 那在有了一些估測之後呢 我們必須做所謂的回收控制 像是這個 這是一個PID控制的一個diagram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只有了控制跟寶航 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還有額外一些高階任務 所以會有所謂的acquire mission 就是所謂的guidance loop 可以告訴這些控制器說 你下一個要飛行的位置在哪邊 或者是做一些謠傳 遠端的傳遞這些機載的一些資訊 到地面上的一些軟體 或者是剛才講的obstacle avoidance 大概是一個目前做無人機系統的一個主流 那這些都是可能是在不同的這個stress 或者是process上面執行 那這邊工商服務一下就是 這個是以前我參加的一個公司 叫奧龍科技 那他們是台灣本土比較少數自行研發 這個飛控軟體從無到有 不是用既有的一些open source的軟體 搭建飛行飛控軟體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這一間公司 那接著我要介紹什麼是realtime 從realtime這個即時這個名詞 在中文裡面我們首先可能會有一個誤解是realtime 等於快 非常快 但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realtime它正式的定義是deterministic behavior 就是說realtime必須有一個可確定性的一個行為 也就是說你想要執行的任務 必須在正確的時間點被執行 例如說所謂的deadline 就是你的這個 你的任務會有一個 必須在這個期限之間執行的一件任務 那如果超出了這個時間點 我們粗分成hard real time跟soft real time 如果是hard real time來講的話 對於hard real time來講的話 超出這個時間的話 會造成你的系統不可挽回的一些嚴重錯誤 例如說像常見的一些無人機系統 或者是一些醫療系統 心臟起搏系之類的 那像是如果是soft real time的話 你可能只要滿足一些deadline 然後某一些deadline可能無法滿足 那是沒有問題的 像這個比較常見的就是一些桌面系統的軟體 或者是多媒體軟體 那實際上呢 我們都知道說 幾乎所有的電腦程式 都是被設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任務的 所以實際上soft real time 它並不是一個太有用的一個定義 那這場報告我想要主要分析的是這個 hard real time的這個部分 那以下是這個10NOC的一些特徵 那如同剛剛所介紹的 10NOC就是從那個 黃敬群老師所創作的一個叫做RTEMV的一個 作業系統的一個演真作品 那所以它的一些設計 如果你回去看我一些參考資料 在對照看的話 你會看到它是有很大的承受的相似性 但是我作為一些變化 針對我這幾年 做機器人的一些經驗 做了一些變化 那首先這是一個PASIC style 就是說它是 它的API是比較接近於UNIX的一些風格 那有切割所謂的 kernal space跟user space 然後有點像Linux 會有一個kernal的空間 跟一個實用者空間 那目前所支援的這個架構 是ARM Cortex M4的 那ARM分成ARM三個架構 AE的話可能是在手機 或者是伺服器上面比較容易看到 那ARM是比較屬於entry level 或者是microcontroller 是一些比較 運算速度比較慢的一些裝置 那加了一個FBag 它支援的是浮點數運算單元 目前這個作業系統 可以再運行在這個 ST23和F4系列的這個開發法 或者是在Qμ這個模擬器上面 然後它的這個 主要的面向的這個目標是Robotics 就是機器人應用 跟這個物聯網應用 那為什麼機器要跟物聯網扯上關係的話 我等一下的報告也會說明 那這個即時 不是 這個synchronization 然後IPC 這部分等一下也會說 進行說明 剛剛已經提過 那這一點還有 這個作業系統還有提供一個 文字的使用者互動介面 一個share 然後還有這個 root file system 跟run file system 然後最後這個 跟機器人有關的是 你可以即時的畫出 你這個機器人上面的一些訊號 跟這個透過MuffLink 來達成這個軟體地面站 跟這個機器人之間的通訊 那如果你對這個演講 是覺得還不錯的話 回去可以把這個連結打開看一下 就是我程式裡面做什麼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幫我打個start這樣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 ARM Cortex M的這個一些硬體細節 首先是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上半部分這個叫做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就是通用暫存器 下面這一塊我們叫做這個special register 是特殊暫存器 那這些R0到R3會可能在 你在呼叫一個function code的時候 會把這個R0到R3 做呼叫function code 傳遞你return的資料 或者是你的這個function argument 會透過這些 那可能其他也會用在你這個 local的一些變數會進行使用 那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像stack pointer 就是你在 你在你在使用 進入一個 一個比較深層式的這個function code 或者是在使用更多的記憶體的時候 會使用這個 然後沒有Buds使用通用暫存器 來管理你的這個變數資料的時候 就會使用到 stack pointer指向的這個記憶體位置 然後 這個等一下會介紹 那就是它這個stack pointer 又分 細節分成PSP跟MSP 那PSP是給user program使用 那MSP是給kernel program使用 然後link register 就是在你呼叫一個function code的時候 因為你function code 會有一個return的行為 你return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說 剛剛是在哪個地方 呼叫這個function 所以link register用途 就是在呼叫這個function的時候 記錄等一下要回來 要return的時候的這個位置 那PC program content 大家都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會記錄說 你目前這個程式的指令 可以執行到哪一段這樣子 那有一些細節我就把它略過 好 那有這個所謂的exceptions exception就是異常 那exception之外 可能大家還會聽過一個 比較常見的名詞叫做interrupt 那interrupt就是指說 你程式循序的執行 某些任務的時候 執行到一半會 發生一些重要的事件通知 然後會暫時的去移到這個 interrupt的handle function裡面執行 那interrupt跟exception的差別是 我們一般來講 exception是從CPU的核心發布的 也就是這一些 上面這一些都是從CPU核心發布出來的 那CPU以外的 例如說有一些 我們叫做周邊peripheral 例如說USB周邊 UR周邊 I2C SPI之類的這種 在core以外的 在 又是在所謂的SoC晶片裡面的 我們一般會俗稱叫做中段 叫interrupt 那裡面這裡有比較重要的兩個 就是在設計作業系統的時候 會需要一個叫做supervisor call 主要是讓你在user program user text在實行的時候 它的優先權通 它的 呃 權限可以操作的硬體 通常會被權限會設定比較低 那如果這些 這些user program想要 碰觸到一些敏感資源的話 就必須要提高自己的權限 因為需要使用到supervisor call 然後讓這個作業系統 進入到可能的狀態 才有辦法去滿足這些 層次的一些 這些需求 那SysTick的話 就是所謂的System Timement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作業系統 在執行的時候 會需要隔一段時間 切換任務進行多工 所以會需要有一個時間 技術器來 來定時的發出一個訊號 讓你切換任務這樣子 那ARM的這個CPU裡面 剛才有講到有user program 跟Chrono program 那就會切割成不同的特權等級 我們叫privileged levels 有兩個模式 一個叫做unprivileged 就是非特權模式 跟這個所謂的特權模式 那非特權模式的話 會無法使用到一些暫存器 例如說MSR跟MRS 那這個MSR跟MRS的用途 就是在剛剛講到的通用暫存器 跟特殊暫存器之間翻譯資料 那像是你在unprivileged mode的時候 你就不能操作這樣的指令 或者是你也不能去修改這個 中斷控制器 我們叫做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 基本上就是中斷控制器 不過因為這個中斷的發生 是可以允許潮狀發生的行為 所以我們叫做MVIC 就有一些硬體你是不能操作 或是有一些記憶體空間 你是不能操作的 那如果你是在Kernel 你是在privileged mode的話 你可以允許被操作所有的硬體資源 那大概是切割成這樣這兩個模式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CPU還有可以再細分成兩個 那個處理系模式 一個是執行訊模式 一個是handler mode 那個執行訊模式就是你一開始 你一般在執行的一些程式 那handler mode就是剛才講的這個 異常Exception或是Interrupt 你在執行這些function的時候 它會處於handler mode 那你平常如果是在Kernel 或者是在UserProgram裡面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叫做Thread mode 在你的CPU啟動 也就是你電腦開機之後 我們預設是在所謂的Thread mode 而且是設定成特權的 這個Thread mode上面執行 那根據你作為系統的設計 你可以再切換到 這個非特權的這個Thread mode上執行 那如果你進行了這樣設計的話 代表你是想要把這個privileged 的Thread mode設定成Kernel執行的環境 把這個unprivileged的Thread mode 設定成UserProgram 不過是否要進行這樣的設定 是根據你作業系統的設計邏輯去做選擇 像是一個比較常見的這個 作業系統叫FreeAutos FreeAutos它就只使用了前面的 這個privilegedThread mode 然後如果是在privilegedThread mode的話 你可以把它設定成使用MSP的這個Stack pointer 然後在這個unprivileged的Thread mode的時候 一般會設定成PSP的這個暫存器 所以像FreeAutos的設計 它只使用到了MSP也使用到了privileged mode 代表說你執行的所有的UserProgram Driver之類的 其實都是在特權的環境下進行執行的 所以這次主要是根據你作業系統的設計去做變化 那剛才有提到這個Stack pointer嘛 所以就如同剛才講的 有MSP mainStack pointer 是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是要給Kernel進行使用 然後這個PSP processStack pointer 是給UserProgram進行使用 一般在開機的reset的時候 會把MSP作為預設 所以我們在context which之前 我們必須做一個初始化的設定 然後再來是ARM的這個Stack的這個設計 是屬於遞檢式的設定 所以我們叫DescendingStack 也就是說你push了一個資料到你的Stack memory之後 你的這個記憶體會往下 從高的這個記憶體位置往下遞檢 那如果你pop的話就會往上遞增 那Stack跟Hip有什麼差別呢 一般這個Stack的記憶體的使用是由編譯去所安排的 那Hip的話這樣講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你一般的程式如果沒有使用到所謂的MainLock 或者是New的這些語意的話 是不會使用到Hip的 但是如果你如果使用到這些New 跟這個MainLock之類的語意的話 它是它的記憶體位置是從Hip開始增長的 所以我們叫做動態記憶體配置 那你在要創造一個新的Task 或者是你在你要把這個Task的這個Stack 設定起來之前 我們必須了解的概念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所謂的Exception Handler 就是說你可能會有一個系統的時鐘 時間到了要通知Kernel去重新做rescheduling 那這個會在Interrupt Handler裡面發生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會有兩個行為 一個叫做Exception Entry 一個叫Exception Return Exception Entry的行為是指說 會把你目前的這個Stack pointer的上 會把這些資料 就是把這個Stack 特殊暫存器的PSR 跟一般暫存器裡面的PC Program Counter LR Link Register 然後R0到R3跟R12 硬體會自動的幫你把它推入你的這個Stack Stack Memory之中 那我們都知道說 你要如果你要達成這個Contact Switch的話 你必須保存這個CPU的Stack的位置 跟保存它的這個暫存器的資料 那所以這些暫存器 如果已經被自動保存的話 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保存其他沒有被保存的這些資料 那實際上呢 像這邊會額外再Push 再Push一個R7的暫存器 是為了要做到 實作這個系統呼叫System Code的目的 所以會把這個System Code的Number 每一個System Code會有一個編號 然後會把它放到這個暫存器R7裡面 然後把它Push進來之後 回到這個Kernel裡面 我們可以把這個R7取出來 就知道說 目前作業系統必須要服務哪一個 那個系統呼叫這樣子 所以呢 那我們接著進入到這個Context Switch的部分 那首先是這個Environment Setup 這個部分要做什麼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你在進行Context Switch之前 因為你的作業系統還沒有切割這個 Kernel的程式跟那個User Space的程式 所以目前這個投影片這邊 所以這邊是要進行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邊 藍的代表是特權模式 而且是在Stress Mode加MSP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中 其實這個都是在Kernel裡面 目前我們在Kernel裡面執行 然後接著下一個部分 我們要進行User Space的切割 所以我們會切換到 Unprivileged Mode加Stress Mode加PSP 所以會變綠色模式 但是因為我們這時候 其實在初始化的時候 還是在Kernel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切換回這個 藍色的這個特權模式 所以我們必須依賴這個外部的 這個Exception 所以我們必須要使用 剛才講的Supervisor Call 所以會先進到一個Exception Handler之後呢 它會再返回目前這個Kernel Space中 那你在把這個 在Kernel中 因為不能被其他人打斷 所以你再把Interrupt打斷 之後再進行返回 返回到你真正 就是剛剛叫那個 這個OS Environment Initialize的這個部分 那從這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 schedule你的這個Task 跟開始進行多工這樣子 那你要進行Context Switch要怎麼辦呢 你剛剛的那個行為之後呢 細節你可以去看層次碼怎麼寫 但進行剛剛這個層次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Kernel Space跟User Space 那User Space Kernel Space的話就是這邊嘛 所以每個時間點會 Kernel會自動挑選一個 有限權最高的任務進行執行 所以會再跑到這個User Task的部分 那什麼時間點會再回到Kernel呢 會有兩個情形 一個是上面這邊是時間到 因為每個任務會被安排一個 有限的時間片 所以你要進行多工 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切換 第二個情況是你的User Program呼叫 一個系統呼叫 這樣子兩個情況下都必須要返回Kernel 都會依賴到這個Exception部分在返回這樣子 那如果你再返回到Kernel之後 你就可以再呼叫這個Jump to User Space 就可以再回到User Space 但這個前提是你必須已經挑完一個任務了 那Real Time Scheduling algorithm呢 我們比較常見的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Rate Monotonic Scheduling 我們簡稱叫RM 第二個叫做EDF 然後第三種叫這個Priority Based Round Robin 那這兩個可以請各位回去自己看 我們就可以看第三個部分 這個Round Robin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所有任務依照優先權分成 分成好幾個等待序列 那從最高優先權開始依序挑 挑出可知性的Test 那如果高的優先權裡面沒有任務的話 我們就往D的下面這樣子 那它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跳過 然後這些System Call的一些呼叫 流程大概是你從User Space 進到你呼叫這個Supervisor Call的時候 會進到Kernel Space 然後Kernel Space它裡面有一個Table 這個Table會在 例如說你呼叫一個叫Slip的系統呼叫 這個你的Kernel裡面會有一個叫Sys 就是前面加一個前綴字SysSlip的一個 那個服務函柱 去把你的這個System Call服務掉 那這個SpinLockMutex跟System Call服務的部分 也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細講 但大概就是投影片上面都寫得蠻清楚的 然後再來是有所謂的這個Pipe跟Message Queue 那簡單說明就是說 這兩個都是讓你做新呈現通訊使用 那Pipe的話它的這個通訊的單位是一個一個Byte Message Queue的話它是一整個Data Structure 所以如果你使用Pipe的話 你一個一個Byte的話你必須要 你的兩個Task之間必須要有一個 已經規定好的一個解碼格式 否則你不知道說這個Byte進來你要怎麼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資料 如果你是使用Message Queue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一般來講上面的Pipe這個方法 它的這個開效Overhead會比較低 那下面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它依照你實作而定 那使用的是所謂的Ring Buffer的資料結構 那我們這個Technog遵循的是Unix的這個 所有的東西都是檔案 Everything is a file的這個這樣的哲學邏輯 所以檔案可能會有這個Pipe的格式 會有一般檔案的格式 那這個不同的檔案會在使作不同的這個 這個函數 一些Operation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你在進行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裡面的多型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接著就是FileSystem的部分 就是使用iNode跟Block 還有DeEntry的概念 所以拓譜結構是這樣嗎 綠色是這個你的目錄 然後藍色是你的檔案 所以呢 iNode會記錄這些節點 節點上面沒有包含說檔案名稱 節點會指向一個叫做DeEntry的一個字 Dentry會指向實際的Data的所在位置 同時Dentry會記錄你的檔案名稱 大概是用這樣間接的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資料 那接著是結尾的部分 這個程式呢 還讓你 這個作為系統還支援一個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使用Meta Meta Programming Language 定義這樣的一個Message 例如說32位元的Integer 然後這個變數叫做Time 然後是幹什麼用呢 叫做開機時間 然後下面還有浮點數加速度 這浮點數是加速度用的 然後是 還有這個叫做四元數 也就是表示這個旋轉用的一個概念 一個物理量 那把這個東西輸入進去 我的作業系統的一個小程 一個Tool之後呢 它會幫你轉成C語言 這個C語言 可以讓你的這個 這個韌體裡面呼叫 那會再轉成一個叫做YAML的檔案 會再為給另外一隻Python的程式 Python的程式就知道說 你這個資料是什麼樣的格式 就可以把你畫出來 從你的韌體的硬體上面 去把這個資料畫出來 然後遵循的是下面這樣的一個 資料的一個結構 然後還有MuffLink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知名的一個通訊協定 那主要是這個 所謂的Publish Subscribe 跟點對點的這項通訊協定 這個細節都不講了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生態系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把這個整合進來之後呢 例如說有一些很知名的 非控專案 PX4 Hardew Pilot 然後之類的 或者是那個一些軟體 叫Q Ground Control 地面站的軟體 它有一大堆這些變種這些都是 或者是Mission Plan之類的 我都可以重複使用這些軟體 來整合到我的這個作業系統的 一些的目標程式是這樣 那它支援了非常多的 這個通訊協定 例如說你的Wapoint Mission 你的參數 你要執行什麼樣的指令 或者是檔案傳輸 影像 Gimbal之類的這些都有 然後例如說 這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參數Parameter Protocol 地面站跟無人機獲取一個參數 所以會先發一個Request 然後無人機再反覆的傳送N個Parameter 那反之這個寫入的部分也是類似的 這個是最後結尾 幾乎是結尾的部分了 這個是未來我們要做的部分 只要透過這個MuffLink跟Rus 做一個橋接的話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讓我的作業系統 跟既有的軟體生態做連接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無人 我們這個機器人在開發的時候 會常常需要做實驗 做實驗如果是無人機的話 可能會有摔壞的風險 如果你是做火箭的話 你不可能是邊調整參數 邊試射火箭 類似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會需要有一個模擬軟體 來讓你進行實驗 那這就是這一張投影片要做的目的 那Software in a loop指的是說 我是直接在你的電腦裡面 直接跑你的這個韌體 讓你韌體在電腦裡面跑模擬 然後再跟你的這個模擬器對接 那如果是Hardware in a loop的話 就是說你有一個真實的硬體 例如說無人機的飛控板 可以接到你電腦上面之後 再跟你的模擬器做串接 那你就可以在模擬器裡面 實驗你所開發的控制演算法 或者是導航演算法一大堆的 那有的一些優點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做一大堆的驗證 可以節省你很多的時間 然後例如說一些持續整合 或者是可重複性的一些驗證 除錯你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手段進行實驗 那是比較常見的一些在模擬器 像Gazebo, AirSync, Carla, Omniverse之類的 這個是大概是Gazebo是ROS生態裡面最常見的 AirSync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微軟推的 這Color我有點忘記了 Omniverse是那個最近NVIDIA在推的一個項目這樣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未來想要做的部分 就是說我現在已經有一個開發版 S1032開發版 那我要做上面是Hardware in a loop 這樣子走過來是Hardware in a loop 下面這邊就是Software in a loop 所以同一套韌體放在上面執行 穿接到這個Gazebo的模擬器裡面 上面就是Hardware in a loop 如果把同一套韌體放在模擬器 Cumul裡面執行 然後再透過中介層Muffling再轉成ROS 再接到Gazebo的話 下面這一段就是所謂的Software in a loop 那我的報告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先說 不好意思可以問一下就是 所以 如果我們要選擇一個opportune system 來控制ROBO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說如果可以使用你這個 然後取代ROS 如果要這樣做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說我們會 要採取這樣子的方式 謝謝 首先ROS不是一個作業系統 ROS是一個通訊的一個中介層 所以他可能是跑在Linux上面 所以你其實 ROS比較像是Linux或者是Mac 或者是Windows中間裡面其中一個問題 ROS2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ROS1的話只能在Linux上面執行ROS 所以說這個問題的前提其實是不太正確 就是說你不能用我寫的這個作業系統取代ROS 但是你可以用我的這個作業系統 串接到MuffLink之後 中間經過一個編寫好的一個package 叫MuffROS 再轉譯成ROS 之後就可以跟你的其他的所有ROS的軟體 進行對接 那這是我的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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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能解釋中文的中文 所以 在14章 你示範 你示範 我會不會再介紹到這個作業系統 我會不會再介紹一下 這個作業系統 one virtual space between kernel and user some part of the other space is used by user and kernel can see all the space but if you spread kernel and user Kernel cannot directly see the user space so there may be some overhead on the system course I assume your question is like Linux uses virtual memory so you want to know which part belongs to the kernel and which one belongs to the user space so under Linux both kernel and user service programs are in one virtual address space so the question is more if you separate kernel and user space I think this assumption may be not quite correct due to targeting Cortex M4 hardware but the question is that if your kernel and user space are in separate address spaces wouldn't there be additional overhead but first of all this operating system does have the MMU so it does not support virtual memory so the target hardware only has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and it doesn't have virtual addressing so the address spaces are not really separated but there is a control mechanism where user space wouldn't be able to write the kernel space so the codex M4 yeah I think we got the question okay 翻譯成功 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我想要請教一下說 剛剛好像 不知道時間的關係沒有提到說哪邊 在你的OS裡面哪邊 提供的就是可以Hard Limit的部分 就是 就是你關於那個 Real-time system Apply system 你在你的Hard Real-time 你怎麼做到Hard Real-time這樣子 哦它Real-time的話其實就是 跟拍程演算法有關係啦 那拍程演算法就分三種 只是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講 那就是前面 第一種是offline的 就是你事先 你的任務會分析說要執行多少時間 然後什麼樣的頻率執行 那你就把它排好 然後你在寫成程式就按照你這個排好的這個去做就好 所以這可能會有些數學分析 那第一種跟第三種是直接在程式裡面直接進行運算 那我直接講第三種好 就是你要Real-time的話 你就是把你的任務依照重要程度分成不同的梯隊 你這個譬如說你第一個梯隊最重要的任務可能有三個任務 那你就從這三個任務中一序把這些任務時間輪流把它排進來 但是如果你這些這個list裡面沒有任務 你就要往那個更低優先圈裡面進行挑選就好了 就這樣的話就可以就可以達到Real-time 那這三種演算法各有優缺點 那第二種的話理論上它的那個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那第三種的話它我覺得個人覺得是它的實作上比較好實作 但是你如果做Round Robin的話 你其實要你在開發的時候你要指定一個它切換的時間段 每一個任務它可以被允許之間的時間 然後超過這時間你必須切換到下一個任務 如果你這個這個時間片你沒有選得很好 例如說你選太大那你的Real-time性能可能就會變差 你如果選太小那你的這個你在進行context switch 你在Kernel裡面的時間就會太長太頻繁 那你的你就會花更多的CPU時間 你的整個overhead你的這個開銷就會更大 那大概是這樣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大家還有問題嗎 你好剛剛有講到就是那個Real-time它 它的意思是說就是要足夠快就好了嘛 那我想問說就是因為在不同的情況下 那它所需要的所謂的夠即時的時間可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溫度跟你物體在運動的時候 溫度可能比較不敏感 所以就不需要那麼快的反應或者是兩側 可是運動的時候的動態行為可能就需要比較快 可是我的問題是可能跟物理比較有關 就是你們是如何的知道說好我現在這個 比如說這四軸在飛我的那個六軸的就是量測 怎麼知道說比如說我要1秒量一次還是0.1秒量一次 或者是對 像是四軸飛人器首先我要再重新再強大一個觀念就是 Real-time不等於非常快 你完全可以有一個很低速的系統 例如說只要每秒只要反應10次就好 但是你如果每秒反應10次 如果有一次它delay了20秒 這樣系統因為它不是deterministic 它就不是real-time 這是我要強調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你要怎麼在一個真實的物理系統上面 知道說它real-time要多強呢 那以這樣的例子來講的話 例如說訊號分析裡面來講 我們知道說這個加速歸陀螺儀 加速歸來講你的這個無人機在飛行馬達會進行震動 它這個頻率震動的頻率可能是100Hz 那代表說你的這個sensor的這個系統 就代表一定要大於100Hz 那通常我們會有其他的考量是 但是採樣頻率那一回事定理會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要採一個100Hz的這個頻率 你至少要兩倍的採兩倍的採樣時間 兩倍的採樣頻率 例如說100Hz的一個訊號 你想採樣它 你可能要用200Hz去採樣 那我們可能會用類似這樣的一個準則 也就是要看你實際的這個物理系統 是什麼樣的一個系統來進行設計這樣 也就是說無人機它因為它本身一些先天限制 例如說它本身震動 它是100Hz的 它的震動頻率是100Hz 那你的這個 你的系統的這個程式的支星的這個 這個頻率就要比它更高 那一般來講無人機裡面最常設計來講是400Hz 那比較高級的系統可能會到1000Hz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像你 因為我知道有Cortex-R系列嘛 你為什麼沒有特別用呢?或是有什麼考量? 因為我不熟 但是我強調一下Cortex-R的系列它是什麼樣的一個系列 Cortex-A系列的話它就是高性能 例如說你的手機平板伺服器 Cortex-M的話可能就是一些小的一些馬達控制器 或者是一些就是 呃不用執行速度不用那麼快的 但是如果你要強調 強調是例如說你要放在車載的這些硬體裡面 你要一些robustness 你的性能又要接近這個Cortex-A 但是又有一些功能上面希望硬體 一些interface希望跟Cortex-M有類似的話 它算是一個中間的一個選擇 但是它可能會比較偏向工業應用 或者是車載系統這樣應用 對 對 作業系統的人而言 可能R系列跟A系列最大差別還是沒有virtual memory 也沒有TLB miss那種 所以在效率分析的時候就少了很多cache 好 謝謝補創 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掌聲感謝了 謝謝大家